第101章 凤凰遗族 上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蓝雪若仔细地查看了一番云车的伤势 得到的结果让他长舒了一口气 同时也是大吃一惊 因为云车的伤势比他预想得要好上太多 肩膀受了那么严重的创伤 如今却已经止血 而且没有任何恶化的迹象 反而在以一种相当惊人 肉眼可变的速度 缓慢愈合着 身上其他的伤痕无数 但都是小伤 身体很是虚弱 但也仅仅是虚弱 没有伤及根本 内伤也很轻微 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 还全力反推他一把 让自己在反向力下下坠得更快 却只受到了这种程度的创伤 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 把云车从地上抱起 放在了附近松软的草地上 这是他第一次抱起一个男子的身体 抱得很小心 伴随着心脏不受控制的紊乱跳动 然后安静守在他身边 等着他再次醒来 这是一处山地地带 无数不算太高的山丘断崖 遍布了整个视野 虽然绿意满满 却透着一种极度的荒凉气息 远处 不时传来玄兽悠长的咆哮声 这也让蓝雪若守在云车身旁 不敢离开半步 以免会有玄兽靠近 伤害到了云车 过了大半个时辰后 他忽然眉角一动 看向了自己右方 视线之中 有五个人正朝这边走来 三个大人 还有两个小孩子 这三人看上去三四十岁上下 长相都透着一股凶煞 身上穿着同样的轻甲 裸露出的肌肉有黑粗糙 显然是经常在外跑荡的人 年纪看上去最大的那个身材高大 一脸横肉 肩上抗着一个巨大的板斧 年纪看上去最小的那个 则是身体精瘦 长得尖嘴猴腮 手里拖着一根一米多长的大铁棒 另一人则是一张马脸 同样扛着个大铁棒 旋力修为上 最高的那个已是入玄境八级 最低的也有入玄境六级 而那两个小孩子 看上去只有七八岁的年纪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身上穿着粗布衣裳 让人注意的是 他们的额头之上 都有着一个很浅的红色印记 形状 就如一簇正在燃烧的火焰 他们的手臂 分别被一个人拽在手中 随着他们一步一步向前走着 脸上清楚可见 还未干去的泪痕 在蓝雪若看到他们时 他们也看到了蓝雪若 几乎是不约而同的 三个男子同时停住了脚步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蓝雪若 释放出恶狼一般的光芒 快 快看 那边那个妞 居然有这么正点的妞 死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 马脸男一边说着 哈喇子控制不住地连续流下下来 尖嘴男更是不堪 双腿夹紧 全身一阵发抖 简直比老子梦里的仙女 都漂亮一百倍 我连腿都快要软了 这要是抓回来当的团长夫人 团长一定乐疯了 说不定赏我们个副团长做作 你这么傻啊 板斧男一巴掌拍尖嘴男脖子上 然后用力舔了舔嘴角 目露荧光 这妞要是带回去 团长肯定是夜夜声歌 还有我们的份 则则 这么个地方居然碰上这么美的妞 简直就是老天送下来犒劳我们的 尖嘴男眼睛一亮 两腿哆嗦得更厉害起来 一个劲地点头 对 对 大哥说得对 那我们还等什么 不过 这个美妞看上去才十七八岁 居然有着入玄境八级的修为 斧头男眉头皱了一下 什么 入玄境八级 尖嘴男和马脸男都是大吃一惊 这么年轻 却有这么强的旋力修为 搞不好是哪个大家族的弟子 说不定还是天才级别的 要是我们动手的话 万一被他身后的那个家族知道 妾 瞧你那点出血 斧头男不屑地横他一眼 然后甜甜嘴唇 嘿嘿吟笑起来 我们黑魔拥兵团哪一天 不是在刀口上过日子 怕过谁 别说他可能是哪个大家族的弟子 既然被我们给碰上了 就算是当今皇帝的女儿 嘿嘿嘿 今天也照上不悟 泽泽 能享受一番这种做梦都梦不出的天仙美女 就算是 马上死也值了 尖嘴男和马脸男都是小鸡灼米般的点头 兴奋激动的 差点连路都不会走了 他们的谈话虽然小声 但足以被他们拽在手里的两个孩子 听得清清楚楚 他们的脸色露出惧怕和担心的神色 小男孩一憋气 然后忽然大声地喊了起来 大姐姐 快跑 他们是坏人 他们要害你 啊 小男孩被马脸男一脚踹倒在地上 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 小女孩连忙跑过去 把他抱起 抱着他呜呜地哭了起来 小男孩的声音和随之而来一幕 全部落入蓝雪入耳目之中 他微一别眉 从地上站起 而这时 斧头男和尖嘴男 也一走了过来 一脸吟笑地站在他身前 尖嘴男目录 明显到不能再明显地荧光 双手互搓手指 显然已是迫不及待 如果不是忌惮对方有着入玄境八级的旋律修为 他已经直接扑了上去 小妹妹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是不是迷路了 要不要哥哥带你离开这里啊 相似的目光和神态 蓝雪若面对过很多很多 但第一次有人 是如此的明目张胆 毫无掩饰 原因很显然 因为这里是荒凉之地 而他又是独身一人 他眉宇间拧起深深的厌恶 淡淡地回到 放下那两个小孩子 然后滚 即使没有刚才小男孩子的喊叫 他也一眼就看得出 那两个小孩子 是被他们强行掳来的 呦 斧头男乐了 这妞不但够美 还真够近 咱们兄弟几个 这从可以好好地爽一爽了 嘿嘿嘿 大姐姐 快跑 他们是坏人 是很厉害的坏人 快跑 啊 小男孩再次向蓝雪若高呼 但马上又被马脸男一巴掌 扇到地上 恶狠狠道 小兔崽子了 给我老实点 要不是 看你还有点用 老子早就 把你给撕了 再敢喊一声 信不信老子先撕了你的嘴 男孩和女孩 紧紧抱在一起 目露恐惧 全身发抖 蓝雪若面露怒色 就凭小男孩不顾后果 向他发生提醒的善意 他就绝不能看着他们 继续被这三个恶心的恶人带走 但云彻就躺在旁边 如果交手 还有波及到他的可能 他双手一握 怒声道 我再说一次 放下那两个孩子 然后赶紧滚 嘿嘿嘿 面对蓝雪若的呵斥 三个飞弹毫不改色 反而都大笑起来 斧头男色迷迷道 美女想我们滚 我们当然是求之不得 不知美女是和我们在这里滚呢 还是到草地上滚呢 还是回床上滚呢 尖嘴男和马脸男 顿时一起大笑起来 蓝雪若眉头沉下 面找冰霜 低声道 找死 声音落下 他右手在左手上一摸 一把通体银白 由若白玉做成的长剑 已被他抓在手中 煞时 斧头男三人的眼睛 一下子亮了起来 空间戒指 居然是空间戒指 这次我们可赚大了 这把剑 看上去也绝对不是反品 即使最低级的空间戒指 也是价格高昂 绝非一般人用得起的 三人的淫恶的目光之中 开始夹带上了浓浓的贪婪 蓝雪若在这时上前一步 一剑刺向斧头男 斧头男有着入玄境八级的实力 威胁最大 看我们哥仨 今天好好调教一番这个小美女 狂笑声中 斧头男挥起巨大板斧 横扫向蓝雪若次来的御剑 旁边的尖嘴男也是一声迎笑 双手同时抓起铁棍 猛然轮上 一斧一棍 先后撞击在蓝雪若的御剑上 把蓝雪若的剑势震散 虎口隐隐作痛 他迅速退后一步 一声低贺 长剑划出一个倾斜的圆弧 同时照住两人的中路 七星辽月 一剑之后 又是连续十几剑随后而至 剑势连绵不绝 白玉长剑 在他身体的舞动之中 撒下一片片绚丽的白蚁 他此时的旋力 围入玄境八级 和斧头男持平 但他年纪毕竟尚小 若论战斗经验 他不可能比得上斧头男 旋力魂厚成上 更是不能相比 因而单独面对斧头男 他都会是吃力的那一方 更别说还要加上一个 入玄境七级的人 不远处 还有一个入玄境六级的 马脸男 控制着两个小孩 虎视眈眈 十几个照面 蓝雪弱的攻击 全部被震回 有好几次 连剑都差点脱手 斧头男哈哈一笑 忽然高高跃起 巨大的斧头 带着惊人的威势 劈斩下来 千军破 当 蓝雪弱的剑势 瞬间被完全打散 他全身一颤 身体连退五步 右臂隐隐发颤 长剑再次险些脱手 嘿嘿嘿 老大威武 尖嘴拿一个马屁拍了过来 然后迎笑道 小美人 你还是乖乖地从了我们吧 再打下去 万一我们不小心 伤了你那美丽的身子 泽泽 多可惜啊 蓝雪弱胸口起伏 但面色却是一片平静 他伸出手 抓住了那条 一直戴在脖梗之上的宝石珠链 轻轻地拉了下来 在宝石珠链离开他血井的那一刹那 他的旋力气息瞬间暴增 一双眉眸 竟缓缓地映现出一抹神圣的金色 他缓缓地举起手中玉剑 雪白的剑体之上 分明照上了一层黄金色的光芒 本章完 第102章 凤凰遗族 中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蓝雪弱整个人的气势 顺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斧头男和尖嘴男脸上的笑容 一下子消失了 因为他们 从眼前这个绝美少女的身上 忽然感觉到了一股 让他们窒息的压迫感 老大 怎么回事 尖嘴男感觉到了气氛上的不对劲 他说刚一出口 一道白中 带惊的光芒 便在他眼侧忽然闪过 蓝雪弱的剑再度撩起 直刺他胸前 毫无花俏的一剑 所携带的气势 却分明 比刚才强胜出数倍 尖嘴男的躯体 被这种气势压制地停顿了一瞬 然后慌忙抡起铁棍迎了上去 只听一声追耳的碰撞声 尖嘴男的铁棍 直接被砸飞出去 金光照体的玉剑 狠狠抽在了尖嘴男的身上 这一剑威势太大 白玉长剑出现了刹那的弯曲 然后又瞬间崩直 随之爆发的恐怖气势与力量 将尖嘴男直接足不沾地地砸飞 一直滚落到十几米之外 如果用的不是剑体 而是剑刃 尖嘴男已毫无悬念地被拦腰斩断 这一幕 让斧头男和马脸男都是勃然变色 他们还没来及地出声 蓝雪弱的倩影 已冲至斧头男面前 一剑斜刺向他的肩膀 迎面来的强大剑势 让斧头男脸色直接白了一下 避无可避的他 连忙涌起全身旋力 双手紧握板斧 一声低吼 迎着蓝雪弱的长剑砸了上去 砰 板斧与御剑相接 带起刺耳的金属碰撞声 斧头男的身体猛的一沉 在强大力量的压迫下 双脚直接陷入了下方的土地之中 蓝雪弱剑势一致 然后再度爆发 一剑狠狠抽在斧头男的胸口 砰的一声 斧头男的身体如滚葫芦一般 在地面滚出了十几米远 手中的斧头也圆圆甩出 在空中旋转几十周后 落在了马脸男的脚边 将他吓得全身一哆嗦 脚步仓皇后退 滚出十几米远的斧头男 狼狈无比地站起身来 他感觉胸口剧痛无比 胸骨隐隐断了几根 但他知道 如果不是这个少女手下留情 用斩而不是用抽 他和尖嘴男的身体 都早已变成两段 而这也说明 这个少女的心非常之软 根本不愿意杀人 一念闪过 他当机立断地跪在地上 大声求饶道 姑娘饶命 我们三个有眼无珠 我们 我们只是 看你长得 就像天仙化人 所以 所以想靠近过来多欣赏一下 绝对没有其他的心思 请你高抬跪手 放过我们 蓝雪若收起欲见 一脸厌恶 已根本不想再多看他们一眼 立声道 马上滚 滚得越远越好 是 是 我们马上滚 马上滚 斧头男连忙站起 像已经惊呆的尖嘴男和马脸男 使了一个眼色 两人也连忙跟着准备离开 把孩子给我放下 见马脸男 要把两个小孩子拽走 他猛一皱眉 娇喝道 马脸男脸色一阵变幻 但想到他三招 便把尖嘴男和斧头男 打了个狼狈不堪 不得不咬牙放开两个小孩子 然后灰溜溜地离开 如果云车现在醒着 一定会让蓝雪 若将他们三个全部杀进 因为他深深地知道 仁慈的后果 往往不是对方的感恩戴德 而是无法预料的无穷后患 这三个人触犯在先 又明显沾染着大量罪恶 杀了他们 也是替天行道 但蓝雪若毕竟不是云彻 他的心性善良而柔软 这辈子从未杀过人 也根本不想杀人 甚至连将他们断手断脚 作为惩罚都没有 三人一口气跑出很远 马脸男咬牙道 真特么晦气 美人没享受到 还把那两个兔崽子给放了 得了吧 现在还能有命 你能谢天谢地吧 那女人的旋力 可是真玄境 斧头男擦了一下额头上的冷汗 心有余悸道 他怎么都想不明白 原本他明明感知到对方 视入玄境八级 但一动手 忽然间就旋力暴增 那个层次的旋力 完全不弱于那三个真玄境的副团长 啥 这 真玄境 马脸男和尖嘴男 同时大吃一惊 一个才十几岁的小美人 怎么可能是真玄境 我们的团长 今年快五十岁了 也才真玄境三姐 这还用问 那女人一定是某个超级家族的天才子弟 那些大家族 都有大量的资源和宗门玄公 二十岁之前 破真玄的数不胜数 真是好险 幸亏是个富人之人的女人 要是碰到个性子烈一点的 我们三个今天就交代在这里了 团长今天也该过来了 本想抓两个小娃子 做人质夭夭功 没想到 居然差点丢了命 看来只能让团长亲自出马了 赶紧回去 把那三个恶人赶走 蓝雪若微舒一口气 将解下的项链带回薄梗 顿时 他身上所释放的旋力气息 快速减弱 两息之后 已减弱到入玄境八级的程度 他的前方 两个获得自由的小孩子 正瞪大着眼睛看着他 眸中隐含泪光 蓝雪若走过去 微弯下腰道 小弟弟 小妹妹 不要害怕 现在没事了 你们是这山里的孩子吗 为什么会被那三个人抓起来 他的话刚问完 那个小男孩 忽然一下子跪在了他面前 用他稚嫩的声音悲戚地喊道 大姐姐 求求你 救救我们的族人吧 那些坏人一直在残害我们 大姐姐你这么厉害 一定可以打跑那些坏人的 看到小男孩跪下 小女孩也连忙跟着一起跪了下来 拽着小男孩的手臂 带着气声窃窃地道 大姐姐 求求你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蓝雪若微微一震 然后分别握住他们的一只手 想把他们从地上拉起来 快点起来 小男孩只有七八岁 却有着一股不属于这个年龄的倔强 不肯站起 泪眼蒙蒙地看着蓝雪若 大姐姐 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们 如果你不救我们 我们全族一定会被那些坏人给害死的 只有你能救我们了 我们以后 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 这个小男孩之前连续两次不顾危险向他呼喊 足以证明他内心的善良 现在 他跪在他的面前 泪物之下 眼眸之中满是渴求 还有一丝丝希望 如同在溺水之时 终于抓到了一株救命稻草 他的心顿时一软 看了一眼身后安静 躺在那里的云彻 微易犹豫后 微笑道 小弟弟小妹妹 你们先起来 然后带我去见你们的族人好不好 小男孩的眼睛里 一下子闪动起惊喜的光芒 擦了一下脸上的泪珠 用力地点头 蓝雪若小心地背起云彻 跟着两个小孩走向他们家的方向 一路之上 他知道了 小男孩叫凤祖 小女孩叫凤仙 是一对异性双胞胎 凤 这个性让蓝雪若有些惊讶 因为这分明是神皇帝国的皇族之姓 而他从两个孩子的口中得知 他们族人全都以奉为姓 从他们出生 就一直居住在这片荒山之中 从未出去过 也从未接触过外面的人 因为这片区域的凶猛 悬兽很多很多 只有他们居住的地方 因某个原因 悬兽从不靠近 因为那些可怕而密集的悬兽 他们没有办法出去 外面的人 也同样因为玄兽而无法进来 直到几天之前 黑魔傭兵团 不知用什么方法到了这里 发现了他们的居住之地 并发现了 这居然是一个很小的守护家族 于是逼迫他们 交出守护的宝物 他们之所以抓走凤祖和凤仙 便是为了逼迫他们 在一天之内交出宝物 否则 便会将他们残杀 转过一座矮山 一片小村落出现在了眼前 村落口 几个穿着粗布衣服的中年人 正站在那里 脸上写满了愤怒和无奈 中间的那个妇人 正眼面哭泣 他们的额头之上 全部印记着一枚火焰状的印记 爹 娘 凤祖和凤仙 在呼喊中 飞扑向了那个哭泣的女子 听到孩子的声音 那个女子一下子抬起头 正正地看着飞奔过来的凤祖和凤仙 几乎以为是在做梦 直到他们扑到他的怀中 他才搂紧他们 惊喜地嚎啕大哭 祖儿 仙儿 你们怎么 旁边的中年人神色激动 已是欣喜得无所适从 是那位漂亮的大姐姐 打跑了那些坏人 把我们救了下来 凤祖回身 伸手指向蓝雪弱 大姐姐不但漂亮 而且好厉害 一下子就把那个三个坏人打跑了 嗯嗯 凤仙儿跟着点头 满脸崇拜道 而且 大姐姐还答应我们 帮我们打跑那些坏人 所有人的目光 一下子转到了蓝雪弱的身上 中年人向前一步 向蓝雪弱深深鞠了一躬 真诚地道 姑娘 谢谢你救了我两个孩子 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我叫凤百川 是这里的现任组长 这是我的妻子凤彩云 不用客气 我也只是刚好路过 举手之劳而已 蓝雪弱客套地说道 眼前的这个人34岁 长相和穿着都很是朴素 眉宇间透着一股淡淡的儒雅和沉稳 额头上的火焰印记尤为清晰 但作为一族之长 他的旋力修为 却只有出玄境时级 对于他的年龄 这个程度的确有些过于低微了 而蓝雪弱幼 马上注意到 他眼前的所有人 旋力全部在出玄境时级 无比地整齐华一 谢谢你 真是太谢谢你了 凤彩云向蓝雪弱盈盈毅礼 感激得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祖儿和仙儿能安全回来 实在是太好了 只是 那些恶贼 旁边的一个白须老者 先是松一口气 然后又长长地叹了一声 大姐姐很厉害 一定可以 把那些恶贼全部打跑的 亲眼见到 蓝雪弱神威的凤祖 捏着拳头 信心满满地道 只是他的话 并没有淡去他们的绸云 能从那三个恶贼中 把两个孩子救下 他们相信 他旋力修为一定很高 但 他看上去 也不过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再高 又能高到哪里去 对方 可是有着百人规模 恶名昭著的拥兵团 其团长和三个副团长 全部都有着真玄境的修为 又岂是一个小姑娘 所能抵抗的 本章完 第103章 凤凰遗族 下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凤百川的目光 转向蓝雪弱的后方 啊 这位小兄弟 你的脸色很差 又被这位姑娘背着 应该是受了很重的伤吧 在下略通一点医术 或许可以帮上点什么忙 我叫云彻 谢谢凤族长好意 蓝雪弱背上的云彻 礼貌地回道 他的声音 让蓝雪弱美眸大张 你 你醒了 嗯 在师姐 把我背起来的时候就醒了 云彻笑嘻嘻地道 虽然脸色很难看 但声音总算不再是那么虚 他在坠空的时候 以天毒株 快速融合天福草 甘露花 山荷兰等三十多种药材 急速融出了一枚回天丹 然后吞入口中 炼制回天丹需要的药材 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极为苛刻 但炼制环境 顶炉 炼制方法 更是严格到极点 纵然是高等的丹药师 炼制成功率也不超过三成 但有萧宗分宗 偌大一个宝物库 和天毒株在 这些都不是事 那你 那你还不出声 让我背着你走这么远 蓝雪若面色一粉 一时气节 因为我这辈子 第一次被女孩背 很舒服 而且 师姐身上的味道好香 说到这里 她原本是想再清秀一下 蓝雪若身上的秘人芳香 却忽然间神色一致 正在了那里 真的是 第一次被女孩子背吗 这辈子 的确是吧 但 苍云大陆那一世 那个女孩 每次回到她那里 在奄奄一息间 用最后一丝力量 拍响那扇竹门 然后昏倒在那扇竹门前 醒来时 都在躺在那张松软 而温暖的床上 虽然是在昏迷之中 但她似乎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她用自己鲜弱的身体 背负着满身是血的 她所艰难 行走的每一步 和伴随着每一步的 点点泪地 一次又一次 也许几十次 也许几百次 次数多的她 根本无法数清 也没有去数 她唯一可以记轻的 就是她 纵然能活上两生两世 也不可能再弥补得了 对她的亏欠 因为上天 已经不再给她机会 恍然间 她紧紧向位的蓝雪 若缓缓变成了那个 只有在梦中 才会出现的身影 你 要不是因为你受伤 我一定把你丢下去 蓝雪若有些气愤地哼道 之前背着云彻 她内心一片平静 因为她以为 云彻是昏迷着的 现在她醒了过来 那身体紧贴的触感 和若有若无的男儿气息 让她有些面红而热 心跳更是有些紊乱起来 凤组长 可不可以帮我们找个地方 安顿一下我的朋友 蓝雪若向凤柏川道 当然 请随我来 这个小村落 的确是个小村落 一共就几十间简陋的房子 从凤柏川口中知道 整个家族 也不过才两百来口人 对于蓝雪若和云彻 这两个外人的到来 这里的人先是警惕 然后纷纷表示出了和善 很快 蓝雪若和云彻 同时发现了一件怪事 他们所遇到的人 旋力修为 全部都是初旋进十级 除了那些未修旋力的小孩子 全部如此 无一例外 仿佛这初旋进十级 已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极限 但 入旋进之后 每次大境界之间的跨越 都伴随着越来越难以冲破的瓶颈 但从初旋进十级到入旋进 却根本没有瓶颈可言 只要旋力积累足够 自然而然就会步入入旋进 但这里的人却全部止不出旋进十级 实在是让云彻和蓝雪若心中不解 这里怎么会有凤凰的气息 莫莉忽然响起的声音让云彻一哑 凤凰 传说中的上古神兽凤凰 没错 莫莉的声音中稍稍透着一抹疲惫 之前转移自己的部分旋力给云彻 虽然只有短暂几秒 但对自己的灵魂和云彻的身体 都造成了一定的损伤 虽然很微弱 但的确是凤凰的气息无疑 真是奇怪 难道凤凰当初竟降临过这低等的未免 低等的未免 这几个字让云彻心里一动 对莫莉的身份忽然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想 而他们额头上的那个火焰印记 便是承载凤凰血脉的标识 只不过 这个印记的颜色 和本公主知道的完全不同 另外 凤凰血脉印记 平时是可以引下的 在使用凤凰炎历时 才会强制出现 但这里的人 却全部顶着凤凰印记 仿佛根本引不掉 总之 很奇怪 凤柏川把蓝雪若和云彻 带到了一间干净的小屋 二位 请在这里好好地歇息吧 我们只是一个避世小族 一切都无法和外面的世界相比 只能怠慢两位了 蓝雪若把云彻小心地放到床上 心中偷偷地松了一口气 转身道 凤族长你太客气了 能有这样的地方 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你们是凤凰一帝的守护家族 云彻在这个时候 忽然冷不丁地问道 凤柏川一只平静文雅的脸 一下子僵住 瞳孔也明显收缩了几分 他眼神快速变换 在想着该怎么否认和回避 但 短暂几息后 他的眼神归于平静 却是自嘲地笑了起来 守护家族 我们不配这样的称号 我们不过是背负着罪恶和诅咒 远离尘世 一代代赎罪的卑微家族而已 虽然我不知道 你是从哪里知道我们和凤凰有关 但是看起来 你们到来这个地方 果然也是想要得到我们所守护的所谓宝物吗 凤凰 神皇帝国的信仰神兽 蓝雪若满脸诧异地看着云彻和凤柏川 大脑一时有些发猛 不 你误会了 云彻提了口气 想要坐起来 但全身虚弱 微微一动 便伤口剧痛 他只好放弃 躺在那里说道 我会想到 你们可能是凤凰一帝的守护家族 是因为你们额头上的印记 我接触过很多 关于凤凰血脉的传闻 你们额头上那个形状的印记 和我所知道的凤凰血脉印记一模一样 只是颜色有些不同 我和我师姐来到这里 只是无意间从高空掉落到这里 还摔成重伤 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 云彻那一身伤让凤柏川完全相信了他的话 毕竟 不会有人傻到带着一身重伤来给予他们的宝物 云彻的话 让他一阵发症 然后再度自嘲地笑了起来 凤凰印记 颜色不同 是啊 颜色不同 原本为力量与血脉象征的尊贵印记 如今却成为了悲哀的诅咒之印 祖先大错 我们后背何孤 凤柏川的画中透着一股浓浓的悲怅 似是云彻的话彻底戳到了他内心的痛楚 诅咒之印 云彻心中一阵悸动 血脉印记 怎么会成为诅咒之印 等等 难道 他们的旋力 全部只能停步在初旋径时级 就是因为这个凤柏川所说的诅咒之印 我相信你们不是恶人 因为我从你们身上 找不到任何属于恶人的感觉 你们还救了我 两个孩子 我怎么报答你们 都是应该的 只是 凤柏川常常一探 我们家族目前正遭受一场灾难 如果你们继续留在这里 灾难可能也会波及到你们 所以 在这里好好养伤 最好能在那些恶人 再次到来这里之前 把伤养好 然后离开这里 因为那些恶人下一次再来 或许 就是灭顶之灾了 被背过来的这一路 他从蓝血弱 和两个孩子的对话中 知道了之前发生过什么 他不解得到 凤组长 我有一件事不明白 你们一族在这里 应该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吧 以前这么多年 都是安然无恙 为什么这次会被一个佣兵团给盯上 凤柏川看了一眼窗外 平静道 你说的没错 我们一族 已经存在了很多很多年 也曾繁盛一时 但因为一次天谴之罪 而急速衰落 不得不选择避世苟存 到了今天 已是这幅卑微模样 连一个人类的破败小村都不如 但这些年 也一直没有 谁来骚扰我们 因为 这个地方被称作万寿山脉 各种悬兽横行 低至狂暴的次悬兽 上至可怕的地悬兽 甚至 传说还有三只恐怖的天悬兽 栖息在山脉之中 这里是悬兽的天堂 他们排斥人类踏入这里 因而 一旦有人类进入 就会受到他们的群起攻之 同时 越是深入 悬兽的等级便是越高 而这里 是整个万寿山脉的中心地带 一些人类为了取得悬兽的悬丹 或许会在万寿山脉的边缘活动 但除了那些绝世强者 根本不会有人有胆量和能力 到达这个区域 而那些有这个能力的绝世强者 也不会泄于来这种地方 可是 这附近似乎并没有悬兽的存在 云彻皱眉道 刚一说完 他就恍然大悟 难道是因为 凤凰的气息 没错 凤百川点头 不瞒你说 这个地方的后方 便是我们世代守护的一处凤凰遗地 存留着凤凰所留下的气息 虽然气息微弱 但长年不散 上古神兽的威压 这世间玄兽谁堪成兽 谁敢靠近 原来如此 云彻缓缓点头 脸上危险动容 这里 居然真的有一处凤凰的遗地 而且 凤凰之息长年不散 最好的解释 这是这处凤凰的遗地中 存留着某件凤凰所留下的东西 上古神兽所留下的东西啊 单单是这么一想 云彻全身的血液 就开始有些沸腾起来 可想而知 如果这里存在着一个凤凰遗地的消息传播出去 会引起多么巨大的轰动 既然如此 那些想要夺取你们守护之物的恶人 又是怎么进来的 云彻疑问道 一个普通的佣兵团 绝对不可能有对抗灵玄兽的能力 更不要说地玄兽 别说一百来人 就算规模在扩大十倍 遇到一只地玄兽 也一定全军覆没 若说一路深入 没有碰到灵玄兽或地玄兽 以这处万寿山脉的玄兽密集程度 那更是不可能的事 我不知道 凤百川摇头 我比谁都想知道 他们是怎么进到这里来的 或许 这是我们该遭的命数吧 难道 他们也是借助了 可以飞至遥远高空的飞行玄兽 云彻沉吟道 但马上 他又否决这个猜想 这个万寿山脉玄兽极多 其中必然包括大量飞行玄兽 即使驾驭普通的飞行玄兽 也根本不可能进入 而如风暴猎鹰和巨雪雕这种可达数千米 甚至万米高空的玄兽 倒是可以做到 但因为他们恐怖的玉空能力 能为人类所驾驭的数量 实在太少太少了 纵然是萧宗分宗这种 在新月城最强的宗门 也只有一支 又怎么可能是这种普通的拥兵团 所能拥有的 本章完 第104章 危机来临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让我看一下你身上的伤吧 只要不是太怪异的伤 我都可以应付得来 凤百川走到床前 叹息着道 云彻却是摇头 不用了 这点伤 我自己有办法 不劳你费心了 你们现在正遭遇大难 一定有很多事 需要你这个组长去做 就不用管我们了 凤百川没有坚持 点了点头 那好 你们先在这里好好休息 有什么需要的话 尽管喊我们 希望那些恶人 可以来得晚一些 凤百川拉上门 一脸愁云地走了出去 云彻手点下巴 陷入了沉思 你的伤真的不要紧了 之前可是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蓝雪若担心地问道 云彻一脸轻松地摇头 笑着道 我记得我之前告诉过师姐了 我可是神医 对神医来说 这点小伤一点都不算什么 他身上的伤对别人来说 绝对是属于重伤 但在他眼里 也只能算作小伤了 神医 就算你真的是什么神医 就可以这么连命都不要吗 想到云彻连续两次用命救了自己 蓝雪若的眼眶微微发红起来 如果你真的死掉了 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心安 哈哈 云彻笑了起来 圆爸说的一点都没错 师姐真的太过善良了一些 本来 就是我连累了师姐 应该自责的是我而已 但现在师姐却在责怪自己 蓝雪若魔光微样 咬了一下嘴唇 轻声道 云师弟 以后 不要再像之前那样了好吗 其实 我的身上 有着很多的护身宝气 不会那么容易受伤的 如果再有相似的事 你不可以不顾命地护在我面前 只要保护好自己就可以 我做不到 云彻却是坚决地摇着头 为什么做不到 你就这么不珍惜自己的命 蓝雪若心儿一跳 不 我很珍惜自己的命 无论在任何时候 我都不会允许自己死 只是 只是 云彻闭上了眼睛 不让蓝雪若看到他眼眸深处泛起的那抹气伤 我曾经愧对过一个对我最好的女孩子 她最后 却因为我 死在了我的怀里 那一刻的痛苦 我想 就算是经过了时生时世 也不可能忘却 那天起 我发誓 绝对不会再让对我好的女孩子受到伤害 绝不会 那个女孩子 应该不是你现在的妻子吧 蓝雪若看着云彻 眸光透着她 自己都不懂得复杂 当然不是 但她对我也还算好 所以 我对她 应该也算得上好吧 想起夏清月 云彻轻轻地微笑了起来 和她同床共枕的那几天 虽然短暂 回忆起来 还是很美好的 只是以后 或许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却又以妻子的身份 牢牢地印记在她的心海之中 因为这是她两世为人的第一个妻子 即使有夫妻之名 而无夫妻之事 云诗殿 你才十六岁爱 这么小的年纪 不但成婚了 还有女孩子 因为你香消玉语 说不定还有其他女孩子 也被你祸害过 滥情多情的男人见过好多 像你年纪这么小的 还真是第一次见哦 蓝雪若笑着道 对于云彻妻子的身份 她心知肚明 因为她前几天 让人专程去新月城 探查了关于云彻的一切 她的妻子夏清月 是冰云先公弟子的事 在流云城 已是人尽皆知 也让她所在的夏氏家族 隐隐成为了流云城第一巨头 无人敢惹 毕竟在四大宗门中 冰云先公弟子最少 且是出了名的户端 云彻笑了一笑 不置可否 反问道 那师姐现在有没有一中人呢 我 当然没有 师姐才不会像你一样 这么小的年纪 就到处拈花惹草 蓝雪若敏唇而笑 呼 还好没有 不然我可要伤心死了 云彻小叔一口气 连神色都松弛了很多 你这个小男生 说你滥青一点都没冤枉你 蓝雪若翘了翘鼻尖 一脸称怪 然后又扬起绝美的脸颊 神情间微带憧憬 你师姐 我将来要嫁的 可是足以征服天下的盖世英雄 你这种滥青的小男生 完全不是我的菜 更别说你已经成婚了 云彻 好好休息吧 小雪之前飞得太累 力量透支 可能要沉睡一段时间 等他醒过来 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至于这里的人 我已经答应那两个小家伙 会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帮助他们的 和云彻说了几句话 便明显感觉到 他越说越是吃力 便不再打扰过 走了出去 轻轻关上了房门 对他们所守护的东西感兴趣 蓝雪若一离开 茉莉便忽然说道 那当然 云彻闭目道 既然有凤凰的气息 那就极有可能是凤凰留下的东西 上古神兽凤凰啊 就算是一根鸟毛 那也是神轩级别的 现在有外人发现了这里 就算没能得到他们守护的东西 也极有可能把这里的事传播出去 到时候 还不知道会落在谁的手里 哼 上古神兽的东西 又岂是凡人所能染指的 茉莉很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便不再说话 似乎是对云彻的一种警告 安静之中 云彻检查了一下自己身上的伤口 然后将精神沉入天毒株之中 很快便找到了十几种 他想要找到的药材 短暂容炼后 得到了一团漆黑的胶状物 被他均匀地涂抹在自己的左肩上 然后闭上眼睛 很快就进入了沉睡 云彻再次醒来时 已经是第二天上午 他是被外面传来的混乱声音所吵醒 识相的 就马上把后山的那个封印阵解开 你们是这里的守护家族 一定有解开的方法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这样一个粗犷暴躁的声音 夹杂着浓浓的凶狠和威胁 那个封印阵一直都存在 我们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 更不知道该怎么解开 我们不过是隐居在这里的渺小一族 要是真有什么宝物 我们一族又怎么会沦落成这样 这是凤百川的声音 你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吗 会信你们的鬼话 今天我们的团长和副团长 都已经亲自来了 你们要是再给我打马虎眼 信不信灭你们全族 这些声音 难道 云彻迅速从床上坐起 左肩依旧剧痛 动作起来也不灵活 但比之昨天已好了很多 身上大的小伤也已好了近一半 身体也不再像昨天那么虚弱 至少正常行走也没问题 他刚要下床 房门便被推开 蓝雪若匆忙地冲了进来 看到云彻已经醒来 急急地道 云师弟 不好了 那个黑魔拥兵团 居然今天就来了 整整一百多个人 把村口给完全堵上了 怎么会这么快啊 云彻一阵皱眉 凤族长他们也是措手不及 现在已经是全族戒备 蓝雪若神色间满是交集 这时又一阵大吼声从外面传来 昨天那个小美女是不是就在你们这里 没有宝物 也行 先把那个小美人给我交出来 让大爷们先乐呵乐呵 兴许就忘了宝物的事了 哈哈哈哈 大片的吟笑声远远地传来 云彻的眉头猛地一锁 他忽然明白 为什么这个叫黑魔的拥兵团 会忽然这么急迫地攻了过来 显然 他们之前也不确定这里有没有什么宝物 从这里人的旋律修为上 只要脑子正常的人都判断得出 就算真的有什么宝物 也好不到哪里去 但昨天 蓝雪若和这个拥兵团的三个人交过手 以蓝雪若的容貌 足以让他们惊为天人 他们急着赶来 并不是为了什么宝物 而是为了蓝雪若 生怕晚上一步让他跑了 这帮恶人 蓝雪若轻咬一下嘴唇 脸上满是怒色 云师爹 你身上有伤 好好留在这里 千万不要出去 我去教训教训他们 如果蓝雪若昨天 把那三个人直接击毙 也不至于 让他们如此迫不及待地攻来 云彻无法责怪蓝雪若 毕竟他还只是一个少女 内心本就柔软 他一把拉住蓝雪若 您没问到 这个拥兵团里的人 都是什么修为 似乎是入团标准所限 所有的人都是出玄境以上 旋力最低的也是入玄境一级 一到五级的有八十多个 入玄境五级以上的有三十多个 还有四个人 应该是他们的团长和副团长 更是达到了真旋境 蓝雪若皱着眉头道 这样的阵容 根本不可能是凤柏川这些 只有出玄境十级的人 所能抵挡的 真玄境 云彻微吸一口气 拉着蓝雪若的手 一下子紧了几分 不行 你不能去 刚才他们的喊声 你也听见了 他们这次来 很可能是在针对你 一百多个入玄境且不说 光是那几个真玄境的团长 就根本不是我们所能对付的 他们已经把村口完全封锁 就算想逃 也逃不出去 而且 或许我也勉强对付的了 蓝雪若一边说着 伸手把脖梗上的猪链解了下来 一时间 他的旋力气息 在云彻压抑的眼神之中 快速攀升 这枚项链上的珍珠 名为锁玄珠 戴上它 能够把佩戴者的旋力 压制五个等级 我的真实旋力修为 是真玄境三节 他们没那容易伤到我 蓝雪若旋力的变化 让云彻小吃一惊 十八岁的真玄境三集 这是完全不属于 新月城第一天才削落成的惊人境界 他惊讶到 师姐 为什么你会 我并不想太过引起别人注意 所以才会选择这样 总之 你留在这里 我会想办法 带你离开这里的 蓝雪若说完 便要离开 却再次被云彻拉住 就算师姐 有真玄境的实力 但对方可是整整四个真玄境 说不定 他们的平均等级还在你之上 如果完全没有退路了的话 我和你一起出去 本章完 第105章 黑魔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两座山壁所加成的狭窄古道 成为了这个与世无争的小村落的唯一出入口 而此时 这个唯一的出入口 却被一群全身释放着野狼般气息的人 牢牢堵塞 各个目入凶光和细血地看着前方处在恐惧中的人群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我这里不过是个普通的小村庄 没有什么所谓的宝物 更没有你们要找的人 凤百川紧握着拳头 尽可能不让自己的怒火爆发出来 前方这些恶人中 随便拿出一个来 都要胜过他们族里的任何一个人 这是一群他们根本没有可能抗衡的恶人 普通的小村庄 哈哈哈哈 普通的小村庄会在这个万寿山脉的中心 会守着一个那么奇怪的封印阵 我看你们明明就是一个凋零的守护家族 随着一阵狂笑声 黑魔拥兵团中 一个头戴黑帽 满脸横弱的中年人走了出来 他身后跟着三个人 都是一脸凝笑 身上释放着强大到让凤百川脸色苍白的旋力气息 他斜眼看着凤百川 冷笑着道 老子就是这里的头 黑魔拥兵团的团长黑魔 我们对屠杀垃圾 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只要你乖乖地交出宝物和美人 我以团长的名义向你保证 绝对拍拍屁股就走 不动你这里任何一人 要是再敢不识抬举 黑魔抡了抡手中粗壮的狼牙棒 宁笑道 你我们可就不介意 在多杀上百来个人了 阵阵惊恐的低叫声传来 凤百川身后的人 全部神色愤怒而恐惧 一些小孩子 色缩在母亲的怀里 害怕得哇哇大哭 一些老人气氛的浑身发抖 不断地咆哮着 你们这些恶贼 一定会得到报应的 凤百川狠狠咬着牙道 说没有 就是没有 那个封印阵 连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 你们就算把我们全杀了 我们也不可能知道 呦呵 嘴还挺硬 看来不放点鞋 你们是不会老实了 没关系 我们有的是时间 陪你们慢慢玩 黑魔宁笑着 向后方的一个 扛着斧头的中年人 瞥了下眼 黑子 给我教育教育他们 打死打残随便你 得嘞 团长 被称作黑子的人 扛着一把大砍刀 站了出来 耀武扬威般地 耍了一把大刀 舔了舔嘴角 那轻蔑的眼神 如同在看一群蝼蚁 不识好歹的家伙 爷爷来教育教育你 说完 他刀身一横 一刀 砍向了凤百川 羞伤我族长 凤百川身后的三个老者 同时冲了出去 一起迎向了黑子 这三个老者 都是出玄境十级 再加上凤百川 也根本不可能 是入玄境六级的 黑子的对手 黑子的第一刀 霸道的刀器 便直接切开了 第一个老者的玄力防御 在他的左胸上 滑下一道长长的血痕 披山刀 黑子一声冷笑 刀势 变得更加狠辣 他非宗门出身 自然不会有什么玄弓 玄技也都是最低等的 但他的玄力等级摆在那里 即使不用玄技 也可以将凤百川等人轻松碾压 玄技一出 更是如秋风扫落叶 刀刃锁到之处 在三个老人的身上 分别留下了一道伤口 然后又猛然一脚 重重地踢在凤百川的小腹上 将他直接踢出三丈多远 口中喷出一大口鲜血 组长 附近 凤左和凤仙 在哭喊声中 同时从凤采云的怀中冲了出来 扑到凤百川身边 拉扯着他的身体 大哭起来 那三个老者 也全部倒在地上 伤口血流如注 脸上全是绝望 嘿嘿 这两个小鬼 就是你的儿女吧 黑子托着刀 一步步地走向凤百川 阴侧侧道 那我倒要看看 我挖了 你女儿的眼睛之后 你的嘴是不是还这么硬 说完 在凤百川剧烈收缩的瞳孔之中 他猛然伸手 抓向了恐惧中的凤仙 住手 一声愤怒的娇斥 忽然从侧方传来 与此同时 一道雪白的剑光如流星一般飞射而至 黑子的反应倒也迅速 连忙收手 慌不迭地向后退去 一把如玉雕琢的雪白长剑 精准地刺在他上一个瞬间所在的位置上 把他吓出一身冷汗 随之 一抹雪白的倩影落了下来 拔起地上的玉剑 直指黑子 目光冰冷而愤怒 蓝雪若出现的那一刻 黑魔拥兵团 顿时响起了大片的抽气声 和吞咽口水声 他们全部呆呆地 看着蓝雪若 一个个眼睛发直 眼珠外凸 神色呆滞 一大半连口水都流了出来 而不自知 团 团长 就是他 就是他 昨天的那个斧头男 对黑魔激动地道 我没有骗你吧 是不是像仙女一样 黑魔的一双眼睛 早已瞪得老大 连两只手都开始颤动起来 他狠狠地咽了一口口水 嘶声道 美 真特么美 世界上居然有这么美的女人 马的 老子以前玩过的女人和他一比 简直都不能看了 一定要把这女人搞到手 要是能和这样的女人睡上一晚 这辈子都没白活了 嘿嘿 他既然已经出来了 这不已经就是你的人了吗 斧头男产妹道 不过他虽然看上去年纪小 旋力可是已经达到真旋径 团长要收了他 可能要稍微费点功夫 老子和黑虎 黑鬼 黑狼 四个真玄境 再加上一百多号兄弟 还搞不定一个小美人 哈哈 黑魔搓着手 畅快地大笑了起来 那热烈的眼神 仿佛蓝雪若 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 黑子 退下 这个小美人 我亲自来回会 黑子老老实实地退了下去 黑魔拥兵团的人 都眼勾勾地看着蓝雪若 却只能干咽口水 这样的女人 铁定是被黑魔一个人享受了 他们最多只能幻想一番 嘿 美人 叫什么名字 今年几岁了 黑魔扛着狼牙棒 露着一口恶心的大黄牙 色迷迷道 黑魔身上散发的旋力气息 让蓝雪若眉头微紧 真玄境三级 竟完全不弱于他 他暗息一口气 神色淡漠 冷声道 你们是拥兵团 拿人用金做事而已 不是强盗团 多行不义 必遭天谴 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赶紧离开 近距离看着蓝雪若 那隐约扑面而来的仙气和高贵 让黑魔的骨头都有些发酥 他再次狠咽了一口口水 迎笑道 让我们离开这里 好说好说 美人开口 这事就太好办了 只要美人答应 随我回去做个团长夫人 我黑魔保证立马走人 这辈子都不来这个地方 美人你说咋样 放肆 蓝雪若怒喝 马上又反应过来 这两个用得并不合适 怒上加怒 知道和这帮恶人多说什么都没用 直接一剑刺向黑魔 要解除眼下危机 他能想到的唯一方法 就是击败这个黑魔 然后将之劫持 逼迫黑魔拥兵团退散 黑魔倒是没料到 蓝雪若居然忽然出手 慌忙挥起狼牙棒抵挡 一时间被蓝雪若连续几件逼得手忙脚乱 蓝雪若见赵金芒 剑影华丽而迅疾 让黑魔眼花缭乱 只听痴痴两声 他身上的青甲 直接被切裂两处 就连护身旋力也被切开 一大块皮肉直接飞出 黑魔拥兵团的拥兵们 全部目瞪口呆 这个看上去才十七八岁的少女 竟然一出手 就伤了他们的团长黑魔 黑魔可以有着真玄境三级的旋力啊 挨了不轻不中的一剑 黑魔的火气也蹭得涌了上来 一声大吼 手中狼牙棒猛地一甩 棒身之上 忽然诡异地 闪动起三道蛇状的雷电火花 在滋滋的响动中 释放着一股危险的力量 雷系玄机 蓝雪若心中微微一惊 一个普通佣兵团的团长 居然会有雷系玄机 狂蛇雷舞 巨大的狼牙棒 带着闪动的雷电 划出一个巨大的圆弧 将蓝雪若所在的方位完全笼罩 蓝雪若必无可避 剑身之上金光大胜 竟直接以剑身赢了上去 叮 火花似箭 蓝雪若的御剑 瞬间大幅度弯曲 狂暴的力量 将蓝雪若冲击地后翻过去 但他脚尖刚一点地 全身便骤然 又飞射向了黑魔 美眸深处 一道金芒一闪而过 口中 发出一声 只有他只能 才能听到的低音 帝 王 剑 既然制服这个黑魔 是解除危机的唯一希望 蓝雪若就没理由再有任何保留 他的最强旋迹 直刺黑魔 这剑刺出的那一刹那 云彻的眼神猛然动荡 因为蓝雪若手中之剑 此时所携带的剑势 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剑势 明明只是频频刺出的一剑 剑势却刚猛而霸道 又有着一种毫不掩饰的傲然 就如一个比拟天下的帝王般 悟空一切 所向披靡 无可抵挡 狂蛇雷武威力巨大 黑魔完全没想到 蓝雪若正面挡了一剑 狂蛇雷武居然能这么快反击 迅速抡起狼牙棒挡在身前 剑尖点在狼牙棒上的那一刹那 黑魔的脸色忽然大变 因为棒身之上 竟传来一股 让他无法抗拒的惊人力量 在钉的一声中 他身体暴退 手中狼牙棒 竟被震得脱手 远远的飞了出去 而蓝雪若的剑尸却是丝毫不减 剑尖直刺黑魔左肩 如切豆腐般 破开他的护身玄器 从他后肩灌出 直接在他肩膀上 捅了个透明窟窿 本章完 第106章 凤凰诵试点残卷 1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大鹏的血雾 在黑魔的肩膀上炸开 引来他一声痛苦的嚎叫 他激起了他的凶性 他大吼一声 竟以手掌一把抓在了蓝雪若的御剑之上 猛地一甩 蓝雪若这忌帝王剑刚刚力竭 黑魔的力气又大的惊人 猝不及防下 竟被黑魔一把将御剑硬生生夺了过去 糟了 见蓝雪若一剑伤了黑魔 云彻心里顿时一咯噔 如果他和黑魔颤斗 还能多争取一点时间 刺穿他的肩膀 无疑会直接激起他的凶性 后果可想而知 黑魔抓着蓝雪若的剑仓皇后退 脸色已是一片猙獰 口中狂吼道 给我 抓住那个娘们 其他的人 格杀勿论 不出云彻所料 暴怒的黑魔直接下令 一时间 早已等待许久的黑魔拥兵团 抡起武器 高吼着冲了上去 三个副团长则同时攻向蓝雪若 如果被他们冲过来 这里的人不知道要死伤多少 云车再也不敢犹豫 快步来到蓝雪若身侧 右手捏住一个震天雷 全力甩出 哄 震天雷落地 发出如天雷将士般的巨大轰鸣声 冲在最前方的十几个黑魔拥兵 全部被炸飞了出去 躺在地上痛苦哀嚎 有六个人双腿被炸断 三个人全身血肉模糊 其他的也全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创伤 刚刚发动充实的黑魔拥兵团 一下子停止在了那里 一个个神色呆滞 盯着那个被炸出的大坑直抽凉气 就连正在让人给伤口伤药的黑魔 也眼睛圆瞪 三个副团长也全部向后倒退了一步 脸色惊惧 那 那是什么 刚才是怎么回事 第二个震天雷被云彻握在手中 左手则抓住了一把毒火冲 他护在蓝雪若身前 目光冷视着 在金剧中不敢上前的黑魔拥兵 冷笑道 谁想死的 再向前一步试试 蓝雪若看了一眼云彻手中的东西 忽然一声低呼 震天雷 你怎么会有消宗的震天雷 从分宗保物库那里拿来的 云彻低声道 同时拉着蓝雪若 一步一步的后退 一直退到凤百川的身边 刚才那枚震天雷毫无疑问的 带起了巨大的威慑 让这些黑魔拥兵 一时间根本不敢向前 凤组长 你们有没有可以暂时闭身的地方 云彻抬起 抓着震天雷的手 目光阴狠地看着前方的黑魔拥兵团 压低声音 对凤百川道 一共六颗震天雷 对付肖再合用了三颗 刚才又用了一颗 目前他身上就只剩下两颗而已 能做到的 也只有暂时的威慑 云彻的话 让凤百川神色僵硬了一下 却没有说话 云彻沉声道 这些人 说你们后山有一个封印阵 是不是真的 你们一定有打开那个封印阵的方法 让族人退到里面去 再把封印阵法开启 至少可以暂时 保住所有人的安全 不行 让云彻意外的是 凤百川没有否认 却是直接拒绝 那里 是凤凰的遗留之地 有着凤凰的神灵 所有族人都到那里去 一定会触犯到凤凰的神灵 就更不可能饶恕我们一族所犯下的罪过 云彻微一咬牙 道 这些人的身上 都带着很重的血腥气 说明 他们都杀过不少的人 我估计 他们的拥兵团之名 只是个掩饰 本质却是个杀人越货的强盗团 他们真动起手来 杀你的族人半点都不会手软 你的族人都快要死光了 你还管什么触犯不触犯 云彻的话 让凤百川脸色剧烈动容 他看了一眼 紧紧靠在他身上的凤祖和凤仙 一咬牙 低声道对身边的老者道 通知所有的族人 全部退到后山去 组长 难道你要 快去 保住性命要紧 先不要管其他的 下了决心的凤百川力声道 接到指令的人们开始一起 后退向后山的方向 云彻和蓝雪弱 依旧站在那里 手中那枚震天雷 就如死神的镰刀 震慑的黑魔拥兵团 不敢前进一步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黑魔按着肩膀 抽搐着镰刀 我以前听说过 肖宗的器宗 制造出来的一种可怕武器 只要丢出去 就会发生恐怖的力量爆炸 刚才他丢出来的 好像就是那种东西 黑魔身边的一个人小声道 什么 肖宗 你说肖宗 黑魔的身体猛然的一抖 惊得 差点没一屁股坐到地上 他又忽然想到 眼前这个绝色少女 看上去才十七八岁 但却已经有了 真玄境三级的旋律 除了那恐怖的四大宗门 还有哪里能培养出 这样的妖念 越想越有可能 黑魔一下子汗如雨下 如果早知道 他们是肖宗的人 再给他一万个胆子 他也绝对不敢招惹 但如今 却是已经招惹上了 黑魔一咬牙 那就只能将那个女人之外的所有人都杀了 否则若被他们逃出去 肖宗要灭他 一个小小拥兵团 简直跟捏死一只小蚂蚁一样 他们要逃走 副团长黑狼出声道 趁着他们不敢向前的这段时间 凤柏川正带着族人快速后撤 直奔后山的方向而去 马的 想走 后山全是峭壁 他们就算是长着翅膀 也别想飞出去 给我追 黑魔下令道 可是 黑狼看了一眼云彻手中的震天雷 丝毫没敢动他 这种东西 威力这么吓人 一定珍贵得很 他们身上不可能有太多的 说不定这就是最后一个 给我两边分散 马上追上去 黑魔拥兵团的队伍 顿时快速散开 一左一右分成两翼 嗷嗷叫着 追向后山方向 云彻脸色一沉 手臂一甩 把手中的震天雷 致向了右方 又迅速拿出最后一颗震天雷 全力丢向了左方 哄 哄 两声轰鸣 炸得黑魔拥兵团人仰马翻 惨叫连连 整个山谷口沙尘漫天 黑魔拥兵团的冲事再度停止 一些人甚至在后退中 一屁股坐到地上 再也不敢向前 悉命是人类的本能 面对这种能轻易夺人性命的威胁 他们本能的害怕 没有人会愿意拿自己的命向前闯 事件 我们快走 最后一颗震天雷用完 借着遮挡视线的沙尘 云车拉起蓝雪弱的手 以最快的速度 追向凤柏川他们的方向 沙尘落下时 云车他们已没有了踪影 破败的小村落已毫无人计 只能看到远处零散的人群正奔向后山的方向 黑魔一阵咒骂 然后咆哮起来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给我追 除了那个女的 全都杀无上 云车的伤没有痊愈 身体也很相对虚弱 但由蓝雪弱带着 依然很快追上了凤柏川 一共212个族人 全部紧随在他身后 无论老人又 一个不少 后方喊沙声遥遥传来 并越来越近 随时都可能被追上 踏进后山区域 眼前是大片高不见顶的峭壁 而在他们的正前方 一个足有十数米高的巨大阵势 镶嵌在山壁之上 整个法阵呈现着妖艳的红色 并在十明十暗地闪动着 阵法之中的图案 仿佛是无数促剧烈燃烧的赤红火焰 这就是黑魔拥兵团所说的封印阵 云彻仰起头 惊异地看着这个奇异的红色法阵 没错 这是一个封印之阵 封印的 是上古神兽凤凰的遗地 只有我们这些 有着凤凰血脉的人的鲜血 才能将它打开 凤百川道 族长 我们真的要进入这里吗 先祖说过 这里每次只能一人进入 这么多人进去 或许会触犯凤凰的神灵 一个老者 面色沉重道 已经别无选择了 凤百川快步来到阵法前 咬破自己的手指 将自己的血滴 撒在了封印之阵上 顿时 若隐若现的封印之阵 忽然红光大盛 然后缓缓地消失了那里 在封印之阵下方的位置 出现了一个不规则的入口 快 快点进去 解除封印之阵的凤百川 转过身急声道 顿时 凤凰遗族的族人鱼贯而入 这个他们平时绝不敢轻易踏入的神圣之地 此时却成为了他们保命的唯一退路 他们之中 很多人宁愿死亡 也不愿去做 有可能触犯凤凰神灵的事 但他们无法不顾及自己的家人和孩子 在所有人进入到洞口之后 黑魔拥兵团终于追了上来 凤百川火速冲入到洞口之中 随着他做了一个简单的手势 消失的红色封印之阵再度呈现 将洞穴完全地遮蔽起来 马的 他们果然知道 怎么开启这个封印阵 黑魔捏起拳头 恶狠狠地道 他们之前一直不承认 也就说明 这个封印阵后面 一定真的藏着什么宝物 团长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怎么办 当然是在这里等 黑魔冷笑起来 他们以为逃到里面 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 嘿 这里面一定没有食物 更没有水 我就不信 他们宁愿全部可死 饿死也不出来 我倒要看看 他们能坚持几天 本章完 第107章 凤凰颂试点残卷 2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通过封印之阵 云彻惊讶地发现 这里竟然是一个平整的石室 石室异常地宽阔 纵横都有百米之长 不要说两百来人 就算是再来十倍 都足以容得下 石室的两侧 都分别有着 一道长长的石梯 似乎上面还有一层 而石室正前方 则有着一条长长的通道 通道大概几十米长 镜头 分明是一个缓慢旋转 和外面的封印之阵 一样的红色法阵 封印入口的阵法 隔绝视线 但并不隔绝声音 外面黑魔佣兵们的嚎叫声 清晰不断地传了进来 把这个阵势给我轰开 这是黑魔的声音 随之 一阵轻微的撞击声 从外面传来 然后便忽然响起一声 杀猪般的惨叫声 啊呀 火 我的手着火了 啊呀 退后 都给我退后 马的 这个封印阵法这么古怪 里面一定隐藏着什么天大的宝物 给我在这里轮板守着 我就不信 他们一直不出来 虽然到了安全的地方 恐惧的阴影 依旧笼罩着凤凰遗族的所有人 外面传来的声音 更是让他们心生绝望 云彻紧皱眉头 思虑很久后 对蓝雪若道 师姐 你的巨血雕 大概还要多久醒来 蓝雪若摇头 忧心道 我也不知道 小雪这次透支的 不仅仅是力量 还有生命力 或许要很久才会醒过来 也许要一周 也许要一个月 还有可能更久 如果她能醒过来的话 一次能带多少人飞出去 十个人应该没问题 蓝雪若道 十个人 看着时事里的两百多号人 她的眉头越收越紧 如果巨血雕醒来 她和蓝雪若逃走 完全不成问题 但她相信 以蓝雪若的性情 绝不会愿意丢下这些人 不管 虽然他们的死活 可以说 与她毫不相干 终于还是躲到这里来了 希望不会触犯到 凤凰的神灵 凤柏川站在洞口 满面的仇云和怨怒 还有悲哀与无可奈何 至少可以暂时 保住性命 凤凰是神圣之灵 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 而怪罪你们 云彻走到她身侧说道 希望如此吧 凤柏川叹息一声 这很多年来 我们一族都是安分守己 战战兢兢 绝不敢做出任何 可能触怒凤凰之灵的事 因为我们是真的怕了 没想到今天还是 而且即使这样 也只能暂时安生 这些恶贼的声音 你也听到了 他们显然是要一直守在洞口 这里没有食物和水源 我们根本支撑不了几天 老人和孩子们 更是 食物和水的话 我这里倒是有一些 两百多人 省着用的话 可以支撑个十天半个月 云彻说道 你 凤柏川看向云彻 一脸的难以置信 云彻的身上 明明干净利落 什么东西都没带 又怎么会有 能支撑两百多人 十几天的水和食物 云彻也不废话 在左手上一抹 将六枚青色的空间戒指 交到了凤柏川手上 这些空间戒指 也是他在萧宗的保物库中所拿到 里面装满了水和各类食物 显然 保物库不仅仅被萧宗分宗 当作储藏贵重之物的地方 还当成了危机之时的避难之所 保物库前那坚固的防御极难破开 如遇意外 他们便可逃逆到保物库中 这些专程储备在其中的水和食物 足以支撑他们很久 直到灾难过去 凤柏川探知了一番空间戒指 随之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 这时 他的耳边传来云彻的声音 凤组长 我有几件事不明白 你们一族有着凤凰血脉 而凤凰是上古神兽 凤凰血脉 要远比凡人血脉强大与尊贵 为什么你们的旋力 却连出玄境都无法突破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诅咒 难道是和诅咒有关 凤柏川神色正主 却是久久没有说话 是我冒昧了 这应该是 你们的家族之秘 我不应该多问 见凤柏川沉默 云彻马上说道 不 凤柏川摇了摇头 自嘲地笑了起来 这算什么家族之秘 不过是 我们遭受的惩罚与报应而已 惩罚 报应 云彻哑然 凤柏川微微闭上眼睛 面色沉重地道 凤凰是上古神兽 当年他曾降临过天玄大陆 未将自己的火焰留在天玄大陆 从而留下了多处试炼之地 通过试炼的人便可获得血脉传承 并且 这次凤凰血脉可以在繁衍中传承下去 从而 凤凰一族就此诞生 按照先祖记载 凤凰当年供在天玄大陆 留下两处试炼之地 一处是在遥远的神皇帝国 另有一处便是这里 只是 神皇帝国的那一处世人皆知 并成就了强大无比的凤凰神宗 而苍丰帝国的这一处 却是先祖无意间找到 根本不为世人所知 也不会有人想到 这荒凉而危险的万寿山脉 居然会存在着一处上古神兽的遗地 就是说 这里只是一处试炼之地 而根本不是外面那些恶贼 所猜想的什么宝物 云彻点的下巴道 没错 凤百川点头 先祖当年在这里通过了试炼 而当时 神皇帝国的凤凰神宗 已成为神皇帝国的护国宗门 势力遮天 就连帝国名字 也该以神皇为名 那处试炼之地 也成为凤凰神宗的最高境地 只有最高级别的弟子 才有资格进入 凤凰血脉 更是他们最大的骄傲与荣耀 如果被他们知道 在其他地方 也有凤凰血脉的出现 说不定招来的不是同脉湘西 而是毁灭 云彻暗中点头 身以为然 神皇帝国 原名赫罗帝国 后来凤凰神宗强势崛起 扶持了新的皇室 就连国名 也改为了神皇帝国 于是 凤凰血脉 成为了神皇帝国的荣耀 与独有象征 如果真的发现 还有其他凤凰血脉的存在 那么他们 绝对会不择手段的将之隔除 通过试炼之后的祖先 便将凤凰血脉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在传承到第十二代时 已发展成一个 有着强大势力的宗门 但从不以凤凰一族自居 额间的凤凰印记在人前 也一直隐下 而在那一代 一位先祖 以凤凰之言与人交手 滔天的火焰 无意间波及到了一个小城镇 将城镇中的三万两千无辜之人 全部分灭 云彻 这等滔天大罪 引来了试炼之地凤凰之灵的震怒 被降下残酷惩罚 在那一代所有族人的凤凰血脉中 打下了诅咒之印 让所有族人的旋力 被强行压制到了初旋径十级 终生不能再踏进一步 并且 就连凤凰印记 也变成了暗红色 并且无法再隐下 似乎是以这个变异的印记 让所有族人牢记自己 犯下的滔天罪恶 先祖们有着众多力量强大的仇敌 力量被压制到如此低微的地步 他们不得不选择隐匿 后来 他们惊恐地发现 这血脉诅咒 居然会被强制传承 他们的后代一生下来 额头就带有着暗红色的凤凰印记 玄力 同样终生无法突破初玄 先祖们想过无数方法 想要解除诅咒印记 但那是凤凰神灵所留 又岂是人类所能干涉 如今千年过去 诅咒之印 依旧留存在我们的血脉之中 从未消失 我们一族 也只能隐匿在这万寿山脉之中 安分守己 每日祷告为先祖赎罪 祈求这凤凰神灵的原谅 时到今日 我们一族已凋零成这副模样 一个小小的拥兵团 就能把我们逼迫到这绝望的地步 凤百川很是悲哀的惨笑一声 沉重的声音里 透着太多的无奈与不甘 这原本的确是一个 不可能对外族之人说的秘密 但到了如今这凄惨凋零的地步 所谓的血脉 所谓的种族之秘 都已成为了一个笑话 他们所有的族人 或许最大的渴望 就是自己 不是承载着凤凰血脉出生 而是如一个普通人一般 他也忽然明白 为什么即便面临全族 被图的巨大危机 凤百川依然没有第一时间想到 把让族人躲藏到这凤凰一地之中 没错 他们怕了 他们一族用了千年 用了几时带来赎罪 做梦都渴望着凤凰神灵的原谅 又哪敢做出半点可能 对凤凰神灵不敬的事 他转过身 看着通道尽头的那个红色封印之阵 道 凤族长 那个封印之阵的后面 是不是就是凤凰所留下的试炼之地 没错 凤百川点头 这两道封印 是当年先祖所留下 只有凤凰血脉才能解开 为的就是防止外人进入 云车顿时打定主意 道 那你能不能帮我解开那道封印 难道你想 凤百川测过目光 没错 云车点头 我想看看这上古神兽凤凰留下的 是怎样的一种试炼 现在既然有这样的机会 我当然要试试 凤百川并没有马上拒绝 而是问道 小兄弟 你现在的旋力等级是 入玄境一级 云车如实回答 绝对不行 凤百川目录失望 然后断然拒绝 并不是我不愿让你进入 而是 当年先祖通过这凤凰的试炼时 旋力以达临旋之境 并且深具火系玄弓 纵然如此 也通过的极为艰难 才得到的凤凰之血 与凤神丹 后来也有一些先祖通过试炼 得到了凤神丹 但这些先祖的旋力修为 没有一个低于灵玄境 在血脉诅咒降下之后 便再也没有人通过试炼 甚至连第一道试炼 都无人能通过 毕竟初玄境十级的力量 又怎么可能抵挡凤凰凰之言的试炼 而这些年来 一些想要强行通过试炼的族人 甚至死在了里面 再也没有出来 你只有入玄境一级的力量 根本没有任何可能通过试炼 甚至有可能会遭受性命之危 本章完 第108章 凤凰宋试点残卷 3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不 让我试一下 凤百川的话 没有让云彻退缩 他认真的说道 我清楚自己的实力 不过 我的确有尝试这个试炼的资格 云彻抬起手掌 五指舒展 旋力涌动 整只手掌顿时燃烧起一大团 成红色的火焰 这团火焰 让凤百川吓了一跳 惊讶道 你竟然有火系悬功 没错 还是一种很高等的火系悬功 云彻点头道 不过 他要尝试凤凰试炼的最大底牌 却是自己万火不清的逆天体制 这话他当然不可能说出来 就算说出来 凤百川也绝对不会相信 既然是凤凰的试炼 那必然以火之试炼为主 我通晓火系悬功 对火之旋力 有着一定的抵挡能力 说不定能轻易地通过试炼 凤百川依然摇头 道 凤凰试炼的确是以火之力为主 但你想得太简单了 凡人以旋力所燃起的炎之力 又岂能和神兽凤凰的火焰相比 我在十年前 也曾尝试过凤凰试炼 但试炼刚一开始 我在试炼之地 才走了不过几步 便被熔烟之火灼烧得痛不欲生 仅仅几细的时间 就选择了放弃 你虽然拥有火系悬功 对火之旋力 会有一定的理解 掌控和抵御能力 但凤凰之火 要远远比你想象的可怕得多 当年第一个通过凤凰试炼的仙祖 同样是有着火系悬功 灵旋径修为下才勉强通过 而后面通过的仙祖 是因为身具凤凰血脉 血脉之中 就有很强的抵抗能力 实力也无意低于临旋径 以你如今的旋律 根本没有可能 云彻平静道 凤组长既然尝试过凤凰试炼 也清楚在试炼过程中 如果感觉承受不住 就可以自己选择放弃 那么 只要不是无谓的坚持 在感觉无法承受的时候 选择退出 就完全没有生命危险可言 你那些在试炼中死去的族人 应该都是因为 想要强行通过 才永远没有出来 而我不会 我很珍惜自己的命 如果我感觉事不可为的时候 我会马上选择退出 这样一来 就没有任何危险可言了 既然没有危险 无论是否成功 尝试一下 总归没有任何坏处吧 云彻看了一眼外面 继续道 如果万一我成功了 至少可以多少增强一下 我身上的旋力 在对付外面的恶贼上 也总可以多一点希望 凤百川的眉头紧了紧 低叹一声道 你终归是年轻人 听到是神兽凤凰留下的试炼 不好奇是不可能的 你刚才和我说话的时候 眼神至少像那个封印之阵 瞥了三次 既然你这么想去尝试那个试炼 也罢 我就为你打开这个试炼之门吧 不过在这之前 你最好先把身上的伤养好 另外 试炼之中 如果感觉自己支撑不住的话 一定要马上选择退出 否则 幻境为虚 火焰却是真正的凤凰之炼 强行抵抗 真的会死 好 云彻欣然点头 以云彻的医术 再加上整个宝物库的药材供给 身上的伤 完全不算什么 到了第二天 他肩膀上的伤口 便已完全愈合 大幅度活动 也已没有痛感 只是留下一个碗口大小的伤疤 只要他愿意的话 这个伤疤 也可在半月之内完全消除 一天过去 黑魔拥兵团的人 果然一直守在外面 不断地叫嚣着 凤凰遗族的人们 情绪总算平静下来 但也只能暂时平静 他们拿着凤柏川 分发的食物和水 在坠坠中 不敢去想明天 而此时 凤柏川已带着云彻和蓝雪若 站在了试炼之地的 封印法阵前 云师殿 你真的一定要尝试 虽然是试炼 但说不定也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你只有入玄境一级的实力 万一 万一 蓝雪若拽着云车的手臂 不断地劝说着 放心好了 世界也知道 我有火系悬功 没那么容易在火之试炼中出事的 云车安慰着道 可是 蓝雪若还想说什么 但看着云车那平静如水的眼神 知道自己再怎么劝说 他也不会改变决定 只好悠悠一探 道 那你无论如何也要小心 准备好了吗 凤百川站在封印之阵前 问道 有劳凤组长帮我打开封印吧 云车点头道 凤百川缓缓汗手 再次提醒道 如果感觉无法承受的时候 一定要马上出来 千万不要逞强 说完 他咬破自己的手指 将一滴雪珠 撒在了封印之阵上 顿时 封印之阵红光闪过 然后在快速旋转之中消失不见 前方 出现了一个暗红色的奇异入口 入口之内漆黑一片 看不到任何事物的存在 如同一个可怕的无底深渊 自从祖先发现这个试炼之地以来 从未有外族人进入过 你是货真价实的第一个 这个试炼之地 一个月只能开启一次 而且 无论成功失败 一个人终生都不能进入第二次 再好好想好要不要进去吧 云车点了点头 给了蓝雪若一个放心的眼神 然后毫不犹豫地踏入试炼之地的入口 在踏进入口的那一刻 他眼前的景象忽然扭转 随之便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 身体如被暴风卷起般飞荡起来 他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一直过了好一会儿 那种失重的感觉才缓缓消失 他睁开眼睛 看到的只有漆黑一片 这里 是哪里 为什么只有一片漆黑 什么都没有 凤凰的试炼 不是应该出现 诸如火海 岩浆之类的吗 就在他心生疑问的时候 漆黑的前方 忽然出现了两道狭长的金色固 光芒 随之 这两道狭长的金芒如两道微眯的眼睛般 缓缓睁开 不对 那就是一双眼睛 一双镶嵌在漆黑空间 无比巨大的黄金眼瞳 凤凰之铜 你好 人类 欢迎来到试炼之地 你是这千年以来 第一个没有凤凰血脉的试炼者 一个威严的声音 在他心海中响起 音色之上 分明是个女子之音 云彻看着这双黄金眼瞳 试探道 你就是 凤凰之灵 没错 我是凤凰留在这里的一缕不灭灵魂 却又独立于凤凰而存在 维持着这个试炼之地 迎接着所有的试炼者 凤凰之灵 是对我最合适的称谓 凤凰为什么要在这里留下试炼之地呢 云彻随口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云彻随口一问 完全没指望凤凰之灵会回答 让他意外的是 凤凰之灵却很大方地给了他答案 当年 凤凰 金乌 朱雀三大岩系神兽 为争夺神域岩祖之位 恶战三十六天 最终三败俱伤 凤凰在重伤之后 落于这天玄大陆 在天玄大陆停留十三年后 伤势痊愈 这十三年 凤凰深感天玄大陆的人类 虽然力量低微 但心性纯良 所以便留下两处试炼之地 来为这片大陆的人类 留下少许机缘 原来如此 但凤凰亦曾留下 如果天玄大陆人类 以凤凰之力为害世间 便剥夺其全部力量 并给予血脉惩罚 很不幸 千年之前 便有一脉之人 以凤凰之力 犯下滔天大罪 被永久剥夺凤凰之力 并施以血脉诅咒 从那之后 再也无人通过这场试炼 你作为这千年以来 第一个没有凤凰血脉的人 希望你可以打破 这里千年的寂静 那么 你准备好了吗 好 可以随时开始 云彻长吸一口气 面色一片平静 单就他的旋律来言 进入这样的试炼 可以说自不量力 但 吞噬了邪神的火之中 他有了万火不清之声 依靠这个逆天的作弊气 面对这来自炎之神兽的试炼 他并非全无把握 很好 试炼一共有三关 分别为 第一关 炼狱炎魔 第二关 凤凰之剑 第三关 堕落星年 如果在试炼之中想要放弃 可随时喊出 我会马上让你离开试炼之地 强行试炼 会有死亡的可能 助你成功 凤凰之灵的声音落下 漆黑世界中的那对黄金巨铜 缓缓地消失了 而云彻的眼前 再度天旋地转 虚余 黑暗完全消失 他周围的世界 赫然已变成一片通红之色 眼前的景象 让他久久呆滞 脚下的地面 呈现着深邃的红色 就如铺在那里 被灼烧得通红的钢铁般 触目惊心 地面突凹不平 乱石凌循 高山矮山此起彼伏 就连山体也是赤红之色 仿佛随时都有可能 迸发出冲天的火焰来 抬起头来 天空也是一片通红 火红色的地面上 四处分布着一簇簇的火苗 火苗有的 只有几寸高 有的甚至窜起十数米的高度 左右两边 一滩滩通红的岩浆 如沸腾的开水般翻腾着 描绘着一副恐怖绝伦的熔年炼鱼 毫无疑问 这里的风是灼热的 空气的温度高到了一个吓人的程度 也难怪凤柏川在第一关 仅仅支持了几夕 就宣告败退 仅仅是这里的温度 一个真玄境的玄者 用尽全部玄力 也只能勉强抵抗 就更不要说 只有初玄境的玄者 但这里的温度 对云彻来说只有两个字 舒适 舒适的 就像懒洋洋的泡在温水里一样 本章完 第109章 凤凰送试点残卷 四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云彻有一种走入了炼狱的感觉 耳边沿浆的翻腾之音 便是炼狱之魔的猙獰咆哮 炼狱之魔 凤凰之灵之前说过 第一关是炼狱炎魔 但视线之中 却只有火山与岩浆 没有半点生灵存在的迹象 云彻缓缓地向前迈步 在这种火焰炼狱的环境下 云彻无比真切地感觉到 自己不惧火焰 是多么惊人的一种能力 别人蓄意玄力苦苦支撑的环境 他却丝毫感觉不到不是 不怕高温 不怕焚烧 说是逆天之力 半点都不过分 就在他走到第十步时 脚步忽然停了下来 目光转向了左方那一大潭的岩浆 通红的岩浆之水 释放着惊人的高温 在剧烈地翻腾着 并且翻腾得越来越高 越来越剧烈 忽然 一声巨响 大片的岩浆之水 被猛烈冲开 漫天洒下 一个遍体火焰的巨大身体 从岩浆中高高地窜起 在轰然巨响中 落在了云彻的前方 这是一个全身焚火的火焰巨人 足有十丈之高 全身所有的部位 都燃烧着赤红色的火焰 头部横着两道猙獰的眼睛 头顶之上 是两只足有三尺多长的火焰之脚 双脚中心的部位 还隐约有着一点金色的印记 云彻的脚步快速倒退 抬头看着这个过分高大的火焰巨人 这就是凤凰之灵所说的炼狱研磨 茉莉 这个大家伙 什么等级 云彻快速地问道 是只高等真悬炎兽 但在这种火焰环境下 不但悬力和生命力 可以急速回复 所释放出的火焰威力 也足以堪比灵玄境 茉莉的声音里 带着深深的警告 以低等入玄境对战 堪比灵玄境的高等真悬境 原本毫无胜算 但如果是一只纯粹的炎兽 那就不一定了 炼狱研磨一声狂吼 火焰双目锁定云车的位置 眼睛下方张开一道巨大的嘴巴 十几个大型火球 从口中混乱地飞出 呼啸着飞向它 云彻站在原地动也不动 任由火球落在自己身上 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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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球在云彻身体表面相继炸开 黄暴的火焰力量疯狂释放 但侵入云彻的身体之后 却如石沉大海 毫无声息 没有对云彻造成一丝一毫的伤害 在暴闪的火光之中 云彻反冲向了炼狱研磨 一瞬间便来到它的前方 只是 面对炼狱研磨十丈之高的躯体 它的身体显得太过渺小 仅仅只能算作 来到了它的脚下 一声低喝 胁迫开启 凝聚旋力的一击 狠狠地砸在它的小腿之上 碰 这沉重的一击 犹如击打在了沉重的青铜骨中上 反正的云彻 手骨剧痛 而炼狱研磨被击中的小腿 连颤都没颤一下 仅仅是那个部位的火焰 出现了短暂的熄灭 然后又瞬间窜了出来 好硬的身体 云彻暗中抽冷气 这个炼狱研磨 毕竟是只高阶真玄兽 即使开启了胁迫 自己的权力攻击 也根本难以伤害到它 这样下去 炼狱研磨的火焰 的确是对它无效没错 但它的攻击 同样根本伤不了这炼狱研磨 既然手掌伤不了 那么 云彻在左手一摸 那把萧宗分宗引为至宝 新月城独一无二的地玄器 琥珀剑被云彻拿出 灌注旋力 狠狠地切向炼狱研磨 地玄之器是什么概念 云彻并不是知道的很清楚 比地玄器高一级的是天玄器 而在整个苍丰帝国 所有类型的天玄器加起来 不超过十件 仅比天玄器 低上一个层次的地玄器 有多珍贵和稀少 可想而知 有一把地玄武器在手 即使不倾注任何旋力 即使是一个凡人拿在手里 也可以直接切开一个 灵旋竞旋者的旋力防御 是 琥珀剑切斩在炼狱研磨躯体上 那一刹那 隐隐的唬啸之音 从云彻耳边传来 炼狱研磨被击中部位的火焰 瞬时熄灭大片 露出了漆黑的身体 大片的皮肉 被琥珀剑直接切下 混着火焰 远远飞了出去 嗷吼 吃痛的炼狱研磨暴躁起来 一脚踏向了云彻 同时漫天火雨 在他双爪的挥舞之下 密集地落下 将周围数十丈区域 都完全覆盖 这种大面积的火焰攻击 原本绝不是 一只真玄兽所能发出 但这里的环境 让炼狱研磨的火焰之力 足足增强了数倍 漫天火雨 云彻完全无视 但炼狱研磨的那重重一踏 却是云彻无法轻易承受的 被直接震飞出去 落在十丈之外 但 炼狱研磨缓慢的行动力 也完全展露在云彻的眼前 他不等身体站稳 迎着流星火雨冲了回去 将速度提升到极致 以心神碎影不断换身 真影和虚影 混乱地交错于炼狱研磨的双脚之下 琥珀剑一件又一件地 切在他的小腿之上 一次次吃痛的炼狱研磨 更加暴躁 火焰疯狂释放 持续的火焰之力 将周围的大片区域 都变成了火之海洋 云彻的每一步 都是踩在一米多高的火焰之中 却是毫无疑问地如履平地 毫发无伤 而炼狱研磨身体巨大 躯体行动缓慢 他的肢体攻击 一次次地被云彻轻松躲过 而云彻的每一次换身 都会狠狠一件 切在炼狱研磨的小腿上 切掉他大片的皮肉 吃了 又是狠狠的一件 深深地刺入到炼狱研磨的脚掌之中 炼狱研磨 发出一声震天般的怒吼 他的右拳之上 忽然火焰生腾 然后猛然砸向地面 危险的气息从上空传来 云彻目光向上倾斜 然后想也不想 一个心神碎影 暴退十几个身位 哼 炼狱研磨的火焰重拳落下 引发起巨大的火焰爆炸 那声势 完全不弱于震天雷的爆开 云彻虽然避开 但依旧被余波冲击到 在窒息中连退好几步 一脚踩入后方的岩浆之中 岩浆坛的边缘很浅 只能没到云彻的小腿 他没有再冲上去 而是提着琥珀剑 站在岩浆中一阵皱眉 因为他忽然发现 他在炼狱研磨身上 砍的那三十多箭 造成的三十多处创伤 如今已经全部消失 本公主已经告诉过你 他在这火焰环境之下 有着极强的恢复能力 不但火焰之力永不枯竭 而且普通的创伤 短时间内就会痊愈 你对他造成的那点伤害 他恢复起来 最多只需要五六个呼吸的时间 你就算再这么打下去一百年 也根本不可能对他造成什么实质的伤害 在那里半天没有动弹 因为这炼狱研磨 足有十丈之高 以自己目前的旋力 还是胁迫状态下 最高只能跃起七八丈的高度 根本碰触不着他的额头部位 看来 只能冒险试一试了 云车一咬牙 缓步来到了炼狱研磨的身前 在火焰之中 继续和他周旋了好一会儿后 头顶之上 一股危险感再度袭来 炼狱研磨 以抬起火焰爆燃的右拳 重重地 砸向云车所在的位置 而云车在等的 就是这一刻 他一个心神碎影 瞬间暴退大约十个身位的距离 避开炼狱研磨火焰 重拳所攻击的中心点 然后在他重拳落下的前一秒 猛吸一口气 全力跳起 直接拔起七掌之高 哄 下方一阵轰鸣 即使身在高空 依然能感觉到 脚下传来的惊人气浪 而随着炼狱研磨重拳轰地 他的身体也弯曲了下来 额头部分 下降到了六掌左右的高度 处在了云车的侧下方 处在空中时 除非达到天旋径 可以以旋力欲空 否则在空中无法介力 别说在空中移动 连落下的方向都难以控制 但这一点在云车身上 却并不成立 他身体一晃 心神碎影发动 在空中瞬间横移两丈 精准地移动到了 炼狱研磨头部的正上方 身体竖直落下 琥珀剑 也被他双手紧紧握住 云 月 晨 星 琥珀剑之上 陡然释放出强烈的力量光芒 一声清晰无比的虎啸之音 在这容颜炼狱的世界里 高亢地响起 深圳四野 在虎啸之音 和云车的爆合之中 斜着云月晨星之力的琥珀剑 精准地点在炼狱研磨额间 那点筋芒之上 然后如切豆腐般刺入 三尺三寸长的剑身 完全地没入其中 随后 就连剑柄 也在狂暴至极的威势之下 狠狠地灌了进去 云车落到了地上 快速关闭了斜破玄关 大口地喘起了粗气 而炼狱研磨的身体 却已定格在了那里 虚余 忽然发出一声 无比痛苦绝望的嘶吼 巨大的身体 向前缓缓地倒下 在轰然巨响中 重重地扑倒在地上 身上的火焰快速地熄灭 最后只剩下几朵微小的火苗 露出巨大的黑色针身 随后 就连躯体也开始快速消散 直至如雾化一般 完全消失在了那里 通红的地面之上 只留下了那把 将它一击必杀的琥珀剑 撑 成功了 云车捡起琥珀剑 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而就在这时 他眼前的景象 忽然发生了扭曲 然后在扭曲中旋转 模糊 当一切终于定格时 赤红大地 火山 岩浆 全都不见了 取而代之 是一片无望无际 凭整到看不到 突地的荒原 试炼第二关 凤凰之剑 本章完 第110章 凤凰诵试点残卷 五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凤凰试炼的确可怕 这第一关 如果不是云车万火不清 早已不知在炼狱 炎魔的火焰之下 死了多少次 而这第二关 想也不用想 一定要比第一关 试炼可怕得多 无边荒原 寸草不生 风依旧灼热 却带着让人心情沉重的 萧索与辽 就在这时 上空忽然传来一声 嘹亮至极的凤鸣 随之 原本昏暗的天空 忽然变成通红一片 犹如被天火烧红了一般 云车抬头 赫然发现 赤红色的天空 多了无数个红色的斑点 随之 凤鸣再度响起 天空中的 一抹红色斑点 如流星一般 忽然向它的 所在的位置飞坠而下 在它的瞳孔之中 越来越近 越来越大 最后 在云车的视线中 清晰地展露出 一只凤凰的影像 那竟是一只全身赤火 六尺来长的小型凤凰 它下坠的速度极快 就如一道 飞射而至的利剑一般 破 火焰凤凰狠狠地 撞击在云车的身上 瞬间炸开 爆起巨大的火团 和漫天的火雨 如果是其他人 这第二关的试炼 已经失败了 因为这可怕的凤凰之言 足以将一个 凌旋径的强者 都直接灼成重伤 但这些火焰 对云车毫无杀伤力 只是那强大的冲击力 和爆破力 把云车直接撞翻在地 全身汽血一阵翻腾 骄傲 凤鸣声再度从天空响起 又一道凤凰之影 如火焰训剑般射下 这次 云车没有敢应接 迅速闪开 凤凰之影冲击到地面上 火光炸开 将地面震裂出一道长长的沟壑 云车的脚跟还没站稳 头顶又一次响起凤鸣 而这一次 却是连续的凤鸣之音 连续三道凤凰之影 从三个方向飞落而下 直射云车 云车身体翻转 躲过第一道凤凰之影 然后向后全力跃起 躲过第二道 星神碎影 半空的云车 身体斜向一闪 将第三道凤凰之影 也惊险避过 轰轰轰 三道凤凰之影 先后爆开 卷起十数米高的火焰 但更嘹亮的凤鸣声 随之传来 云车一仰头 看到这一次 竟是七只凤凰之影 同时向他坠下 我擦 不带这么玩的 云车眉头一拧 心中一阵暗骂 在云车 踏入试炼之地的入口后 原本封印在那里的阵法 便已重新出现 但蓝雪若却并没有离开 而是一直站在那里 他听凤百川说过 里面试炼的可怕 按照凤百川所说 以云车的实力 就算有火系悬弓在身 在里面 也基本不可能停留超过十息的时间 但十息过去 二十息过去 三十息过去 半刻钟过去 云车依旧没有出来 蓝雪若以根本无法平静 脸上的表情越来越焦急 一直等到一刻钟后 他再也无法保持冷静 向凤百川急声道 凤组长 他怎么还不出来 你不是说 最多十息就会出来了吗 凤百川的内心 早已忐忑不安 听了蓝雪若的话 他只能安慰到 可能 每个人进入之后 经受的试炼 都不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 时间上不是那么好说 放心好了 云小兄弟不是那种 不知分寸的人 如果再到了 不能承受的程度 他会马上出来的 蓝雪若没再说话 压下心中的焦慌 继续等待着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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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凤鸣声混乱的交杂重叠在一起 尖锐的几乎要撕裂天空 从最初的一次一支 到三支一波 七支一波 十五支一波 到如今 已是漫天凤鸣 漫天凤凰之影 遮天蔽日 宛若一场恐怖绝伦的流星暴雨 云彻以星神碎影 在这流星暴雨中 迅疾地移动 穿梭着 他的星神碎影 目前虽然只在第一重镜 但这来自茉莉的身法玄技 纵然只是最低境界 依旧有着极端惊人的威力 让他如幻影一般在凤凰剑阵中纵横穿梭 留下大片来不及消散的虚意 但这些凤凰之影到后来 实在太密集 他根本不可能全部躲过 几十波之后 他已经被轰中七八次 凤凰之影的冲击力 与所携带的火焰之力相比 威力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但对只有入玄境的云车来说 依旧是个不小的威胁 他每被凤凰之影撞击一次 身上的护身旋力 就会减弱几分 再加上过于频繁地发动星神碎影 消耗也是相当巨大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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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片的凤凰之影 在他身边炸开 原本平整的地面 已是坑坑洼洼 遍布窗移 视线中几乎找不到一处完好的地方 还是那句话 要不是他不惧火焰 早已死伤了几百次 邪神的火之中 无疑为他在这个凤凰试炼中 开了一个大大的作弊器 哄 最后一波 足有上百只凤凰之影 从天而降 他们身上释放的火焰之芒 将天空完全映照成红色 落下的那一刹那 辽阔的大地火焰冲天 地面在翻腾之中 被烧成漆黑的焦土 云彻同时被七只凤凰之影轰重 全身的护身旋力 被一瞬间完全打散 但好在 冲击力也到底为止 他除了胸腔一阵翻腾 倒也没受到什么伤害 呼 总算是结束了吗 站在经久不灭的火焰之中 云彻抬头看向天空 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凤鸣声已完全停止 天空之上 也总算没有了凤凰之影的存在 此时的他 开始佩服起凤百川所说的那个先祖 以凡人之躯 临玄境的实力 竟然通过了 刚才那恐怖绝伦的凤凰炎阵 那必然是一个绝才经验的超级天才 周围的火焰缓缓地熄灭了下来 第二关的试炼 也总算到此结束 云彻与其说是通过 倒不如说以自己的特殊体质 硬生生地给扛了过去 这时 他眼前的景色开始扭曲起来 然后变得越来越昏暗 云彻正准备查看第三关试炼的场景时 却发现眼前已变得漆黑一片 随之 漆黑的世界之中 睁开了一双黄金色的眼瞳 凤凰之灵的声音 在他心海中响起 让我意外 你竟然拥有不惧火焰的特殊体质 如果我没有认错 你的身体内部 那是属于上古邪神的气息 没错 云彻点了点头 对于凤凰之灵 竟能识别出邪神的气息 他内心深处并没有惊讶的感觉 毕竟 凤凰与邪神 都是属于上古神之一族 邪神非元素之族 但却是所有元素的克星 邪神对于元素的亲和能力 世间无人可与之相比 你若能得到邪神力量的完整传承 那么不仅仅是火 水 风 雷 土 领域 次元 精神 都将为你所克 永远无法伤害到你 云彻 你能通过前两关试炼 并非是你有足够的实力 而且因于你的体质 这虽是一种作弊 但通过了就是通过 我无权否决 但 第三道试炼 堕落心炎 却是心之试炼 与火焰无关 你体质上的优势 将荡然无存 而这第三道试炼 亦是最难通过的试炼 这无数年来 通过前两关试炼的 共有329人 而通过第三关试炼的 却只有7个人 7个 云彻顿时愕然 他虽然在作弊的状态下 还算轻松地通过前两关试炼 但也同时清楚地目睹了 这两关试炼的可怕 能以零玄境修为 通过这两关试炼的 毫无疑问 都是绝顶天才 至于真玄境 根本就没有通过的可能 而就是这样的绝世天才 100个人中 平均才有两个 能通过第三关试炼 这第三道试炼 该有多恐怖 不过 你也无需太过紧张 第三关是心知试炼 不涉及战斗 而是在于你内心的选择 如果你对于力量的追求 足够坚定 那么 纵然你旋力低微 也或许可以轻松通过 反之 若你没有足够的执念 那么 在凡尘中就此沉沦 也未尝不是一种选择 毕竟力量 并非是人生的全部 你 准备好了吗 心知试炼吗 两世为人 经历了那么多次的生死边缘 自己最不害怕的 应该就是对心境的考验吧 心知试炼几个字 让云彻的内心平静了下来 即使面对凤凰之灵所说的极低的通过率 也反而不如 在面对第一关与第二关试炼时那么紧张 没有犹疑 云彻直接点头 开始吧 如你所愿 祝你成功 凤凰之灵的眼瞳消失了 黑暗的世界再度扭曲 云彻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 如同被暴风卷起 在扭曲的空间中飘荡起来 他闭上眼睛 心中低语着 让我看看 到底是怎样的心知试炼 这个世界上 能真正打破我心境的东西 应该早已不存在了吧 黑暗之中 他感觉到自己的意识 也开始逐渐的模糊 这让他一下子警觉地睁开了眼睛 但 大脑的沉重 却是让他无法抗拒 他的视线和意识 越来越模糊 直至完全的沉寂 等他意识再度恢复时 轻微的疼痛感 从他身体的各个部位传来 身体 也是虚弱不堪 仿佛重伤出欲 鼻尖 慢着淡淡的血腥味 那是自己血的味道 怎么回事 身体怎么会这么虚 像是刚刚受了什么重伤 而且这种感觉 这种味道 为什么会这么熟悉 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逐渐清晰的视线中 他看清了自己所在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小竹屋 摆放着几张简单的小桌 小桌也是由竹子做成 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药罐和纱布 另一张并在一起的小桌上 则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疗伤器具 还有一堆堆染着鲜血的白色布条 整个小屋透着浓重的药味和血腥味 只有身上盖着的薄薄毯子 透着一股清淡而温暖的心香 透过简陋的竹窗 他看到了那一排挂在细绳上的男子衣服 这些衣服已打满了层层的补丁 虽然经过了很细致的清洗 但染血太重 晾干之后 依然存在着隐约的血迹 意识完全清醒的那一刹那 云彻犹如遭受雷击 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目光呆滞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内心如暴风雨中的小舟 疯狂地荡动着 这里是 这里是 本章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